這個案子的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一些交通問題 不過從這個規劃裡面看起來 除了解決交通問題以外 還有很多的設施在裡面 特別是產占的開發 比如在山上站 設著餐飲商店的面積跟人工的景觀 超過原來產占跟轉運占一半以上的面積 這跟國家公園永續跟自然的景觀 這個目標是明顯的衝突 所以建議這個山上除了產占跟轉運占的功能以外 不應該有其他設施 因為上面其實也有血資源的問題 那楊明山國家公園的意見裡面 也特別提到就是台灣面積的界定跟供水問題 那第二個是山下站 這邊目前設在百年的北投公園 特別是剛剛前面我也有提到 在綠色圖書館 這個重要土地景觀還有歷史人文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在這個暑假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國際有名的旅遊的雜記 那他介紹台北的一日遊 特別是以這個綠色圖書館當作一個封面的照片 所以可見他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跟重要性 那第三個是龍鳳谷這一個站 其實是一個中繼站 那剛剛前面委員也有提到 那個旁邊還是有很多的樹啊 或是景觀 特別那個地方也是地土脆弱 那但是中繼站這邊 還是一樣把場站裡面設置很多的商店 那這個合理性 或是這邊的水資源需求跟污水 都應該要再檢討這個設計的必要性 那最後一點就是 我想除了做旗令或是自己開車之外 如果這個將來是一個有名的 纜車的觀光線的話 勢必會有很多大型遊覽車在這裡進出 那應該要規劃遊覽車的臨時停車的上下的車位 以及避免 以及這個遊覽車的停車的區域 那看起來目前的三下站 似乎沒有這樣的條件 那這些規劃單位都能夠 謝謝規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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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